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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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用什麼心情來講 這個航空城 因為它的面積實在是太大了 太大了 而且在桃園來講 第一最大 全球最大的徵收案 就已經是航空城 然後再來第二徵收案 又是個債務主 跟桃園區 我不懂 我不懂正文產政府 為什麼老是用這種 區段徵收的方式 來對待老百姓 昨天晚上我在想說 這個徵收 對老百姓來講 只有一個杯子可以形容 沒有任何緩衝 沒有讓居民有任何緩衝 現在航空城的居民 之前願意被徵收的居民 你現在都站出來說喊 暫停 因為協議架構真的太差了 你所有的徵收案 如果跟老百姓好好的溝通 國家重大建設 會輪到這樣的地步嗎 國家需要的建設 會是讓老百姓這樣子 何去何從的那種無力感嗎 我覺得這是很侵犯 我們老百姓的一個人權 財產權工作權 甚至於我在想 我的精神浩弱了 這麼多年 我還有個多少年可以走 鄰居不是鄰居 朋友不是朋友 親戚不是親戚 政府 你的改革是什麼 你對於居斷徵收的改革是什麼 在歐美國家 19世紀在用的東西 我們台灣卻樂此不疲 為什麼 我們走了這麼多年 還是在這裡轉圈 政府你們真的在跟老百姓的溝通 到底是什麼 居斷徵收是會要人命的 政府你不是不知道的 可是你們還是依然依然的在侵犯的人權 工作權財產權 今天我要買一個房子 是我開開心心買的 為什麼 你們要來徵收的時候 只是開幾場說明會 還要我們寫陳情 這是我們開心買的房子 這是我們開心買的房子 你政府憑什麼 要我們承情 如果我說政府我要買房子 我不用跟你申請 我也不用出錢 你要嗎 你要嗎 政府你要嗎 但是你現在卻用來搶的 跟老百姓的房子是用搶的 這種區斷徵收的惡法 我們必須必須 一定要把它推翻掉 一定要把它撤掉 不然我們的侄子 射身永遠都沒有好日子過 謝謝大家 跟足跡報告 我們綠捷的土地炒作 附近已經16萬 然後河底段還有20萬 對我們來講 桃園等於左手拿第一 右手是綠捷 G12 G13 G13 A 然後第二 第一 第二都在我們桃園 包括桃園流竹 桃園大園 大家感覺如何 我只有悲慘兩個字 我代表我們原來的土地 都是農地 五百多公頃的農地 政府的計畫圖 咖啡色的產業專區 產一61.62公頃 產二 產一加產二兩百公頃 住宅區只有兩百公頃 我們住宅 全國住在這邊 靠近南坎西 結果捷運站 虛地 G12站 13 13A 虛地面積只3.32公頃 哈啟都市計畫了642.11公頃 這不是浮爛徵收嗎 一百零九年 就是今年的5月18號 市政府又提出公展要區段徵收 在今年6月23 我們好不容易爭取到一個 公民自主花旗的座談會 多花局跟地政局的官員都有倒鈔 本地四位議員及立委 及其助理秘書都有倒鈔 多花局局長 在與會的一百多位地主面前 也坦承這個開發案 找不到充分的公益性和必要性 把其東西抓進來結完取植 然後把公期做成都會公園 規劃到32.84公頃 比台北大安三里公園 26公頃要來的大 以人口密度 我們只有4.4萬 跟台北這樣子能比嗎 我們需要到這麼大的公會型的公園嗎 他為了要讓這個公益性必要性提高 把公園大這麼大 把其東西結完取植 並且我們其東西的結完取植 在計畫書裡面 根本沒有看到它深度完整的成本效益 及風險評估 把這個已經安定的數百年 形成信有自然的水流 地質地貌的生態 預期進行這個改造工程 一定要花費很多的人力財力的互利 而且可能依賴很大的天災 我們不可以允許的風險 所以居民我們普遍強烈質疑 這個結完取植它的目的跟必要性 為了讓內政部同意這個開案發案能夠通過 裡面規劃了200公頃的搶磚區 並且有公害污染的搶移區 佔地61.62公頃 請問在座各位 誰喜歡 誰希望有更污染的產業區為零 而且航空城呢 它為了讓台商 應該就是說 它要讓這個開發案通過 以台商回流為理由 規劃了這個產專區 但是航空城已經有500多公頃的產專區 108年5月17日 自由時報政事長也說 唐克二起大園刷人產業園區 及揚美都市計劃產專區 公務工業區擴大變更都市計劃 大園智慧科學園區 及巴德大安科技園區 它還有一個新屋頭中的產業園區 已經有許多的公園區 可以協助台商設廠擴廠 滿足各式各樣的需求 何需再將桃園綠節周邊的農田 徵收為產業專區 而且農地已經越來越少了 農委會訂出台灣農地最低需求 近一是81萬公頃 但是目前各縣市政府在國體計劃草案當中 保留農地的面積估算只有68萬公頃 比農委會建議的81萬公頃少了13萬公頃 我們全台有68萬公頃農地 全台灣2300萬人口日常掩飾 農地卻日漸消失 農地破壞一塊是少一塊 它能回來嗎 它是回不來的 為何政府的開發案總是要犧牲農地 不顧慮農民的升級 農民不願意被遵守 農民想繼續跟蹤的心願 希望得到政府的重視 區域內大部分是土生土長的農民 他們善養收本分靠根做維生 他們居住在沒有水壞沒有污染的農地 以居住在這個環境裡面自豪 而且他們喜歡聽到聰明 鳥叫有水乾啊 古修翔 有晚上就是很安靜 他們以這個居住環境的生態環境為樂 但是最近呢 仲介到處貼買地 賣地的廣告 然後呢 每天來按門鈴 來問問 你們有要賣地嗎 讓他們每天非常的生氣 也非常的擔心 吃完吃完都睡也睡不著 他們沒有想要賣地 他們也歪下精修 他們希望把祖產傳承給下一代的子孫 所以我們懇請湯圓市政府 停止相關的審議程序 停止這個開發案 維持守護都市計畫內 原來既有的農業區及社區的蒟蒻 更請各自救會也能給予寫助指導 我們希望更大的目標是能夠廢除驅斷徵收法 謝謝